他做手臂除斑 雷射光静射眼显瞎 明明是做手臂除斑 却搞到差二点眼下 这么夸张的事情发生在台中某养生会馆 会馆的陈姓女负责人 前年想买一台雷射仪器 一月时业务员来推销并进行测试 在场的阳姓女收客询问可以消除手臂胎斑吗 陈女要求阳女躺美容床 没做眼睛保护错失就操作仪器 不料雷射光线射入阳女的左眼 仅治疗后左眼矫正视力为0.1 差点就瞎了 养女求偿百万 但诚信负责人辩称 是养女跟其他人有冲突眼睛才受伤 跟镭射无关 院方查看对话以及测谎后 认定陈女确实操作不胜伤人 陈女称愿免费教学按摩作为赔偿 双方无法达成和解 台中地检署依违反医师法起诉陈女 东新闻综合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 李宗盛